公元五世纪的中叶,中华大帝的长江流域经历了数次的政权更迭 南朝流宋的皇帝从刘骏传到刘子叶,再到逆袭上位的流域 这一系列的兵变让本来就外强中干的流宋帝国变得更加的虚弱了 而与此同时,北方的北魏帝国也经历着一系列的变化 接下来,咱们把眼光转向北方 就在南朝皇帝刘骏死后的第二年 比刘骏整整小了十岁的北魏文成帝拓跋骏也因病去世了 比起花边新闻层出不穷的刘骏 北魏的皇帝拓跋骏自己的职业生涯似乎要平淡的多 拓跋骏上台之初,北魏帝国虽然是貌似强大 其实却早已是金玉其外,败序其中 由于拓跋骏在执政的后期连年用兵 人力物力消耗极大 搞得老百姓是怨声载道,国库严重空虚 无论是朝廷内各大派系 还是地方上各民族之间 此时都是矛盾重重 少年老成的拓跋骏在坐稳自己的皇位之后 立刻就改变了祖父之前 浩大喜功四处征战的做法 取而代之的,拓跋骏采取了修生养息的国策 拓跋骏在位的十四年之中 除了和刘宋在青州有过一次规模不大的战事 以及有一次征讨柔然之外 基本就没有发动过对外战争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 安抚信教的民众 拓跋骏还恢复了在拓跋涛时期取缔的佛教 史称文成复法 拓跋骏效仿敦煌的墨高窟 在平城以西三十余里的五周山南路石壁上 开凿了五座石窟 每个石窟中都雕刻五尊气势辉宏的佛像 分别象征着道武帝拓跋归 明元帝拓跋寺 太武帝拓跋涛 景墓帝拓跋晃 以及文成帝拓跋骏自己 五位北魏的皇帝 此后六十多年的时间之内 北魏历代的帝王 王公贵族是不断的加以扩建 最终形成了如今中外驰名的世界遗产 云岗石窟 除了恢复佛教 拓跋骏在治国上表现那也是可圈可点 拓跋骏很少采用高压统治 大多使用的都是怀柔手段 数次下诏 减免不必要的赋税和摇曳 在拓跋骏的治理下 北魏的经济逐步得到了恢复 局势也日趋稳定 能取得如此的成就 当然不是拓跋骏一个人的功劳 他在内政上最主要的帮手 是年狱花甲的老臣高允 高允当年曾经当过拓跋骏之父 拓跋晃的老师 因此拓跋骏对高允非常的敬重 经常向高允请教治国之事 之前一直深感怀才不遇的高允 是深受感动 不仅对年轻的拓跋骏提出的问题 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而且还屡次直言相见 只要高允看到有什么事 拓跋骏做的不对 就立刻请求觐见 而拓跋骏呢 每次都是秉退左右 和高允单独会面 这一队年龄整整差了50岁的忘年交 经常是从早谈到晚 甚至一谈就是几天 高允虽然是备受皇帝信任 但他本身的职位却不高 之前和高允一起走入仕途的人 如今很多都已经飞黄腾达了 可这么多年 这高允始终在中书侍郎的位置上 原地踏步 虽然高允本人是淡定无比 可是皇帝拓跋骏看不下去了 拓跋骏忍不住对着自己的左右感叹 说你们这些人侍奉我多年 也只会顺着朕的意思吹捧 趁着朕高兴之时求个一官半职 从来没有什么人劝见过我 而现如今你们大多是身居险直 而高允辅佐了国家几十年 对国家做出了如此大的贡献 现如今也只是个狼官 你们这些人不觉得惭愧吗 随后拓跋骏马上下旨 加封高允为中书令 此时司徒陆立禁言皇帝说 高允虽然是身受陛下恩宠 但是高允的家庭却非常的贫困 妻儿都经常无以为继 必须要说明的是 当时这北魏的官员是没有俸禄的 大多数的官吏 或者是出身于家资丰厚的鲜卑贵族 或者是汉人的豪门 或者凭着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 官员的日子过得都不错 而高允虽然出身自河北大族渤海高市 但是自幼丧妇家境不佳 加上高允为官极为的清廉 从不贪赃忘法 因此高允的生活捉惊见肘 只能靠着两个儿子平时上山砍柴为生 这高允经济状况如此的窘迫 显然大大出乎了皇帝拓跋郡的意料 拓跋郡忍不住对着大臣陆立是大发雷霆 高允生活如此窘迫 你为什么不早说 偏偏要等着我提拔高允之时 你才讲 随后皇帝拓跋郡立即启程 前往高允的家 高允对于皇帝的突然造访 是毫无准备 非常震惊 而皇帝拓跋郡呢 更是被眼前的一切 惊得是目瞪口呆 这哪里是我北魏明臣的家 这分明是个特困户吗 茅草屋两三间 旧被子四五条 破衣服六七件 烟咸菜八九颗 这大概就是高允的全部家资了 天下居然有如此廉洁的大臣 皇帝拓跋郡是大为动容 当即下令 厚赏高允 从此 拓跋郡对于高允是更加的佩服 更加的尊重了 在拓跋郡和高允等人的努力之下 北魏的国事开始了争争日上 但是拓跋郡也清醒的知道 要完成北魏的大业 实现北魏一统天下的梦想 这只是个开始 接下来 小皇帝还有无数的事情要做 然而残酷的命运 没给这个年轻人这么多时间 公元465年 拓跋郡在宫中病逝 年仅26岁 死后拓跋郡被视为文成皇帝 妙号高宗 也许拓跋郡的名声和知名度 远不如他的太祖父太武帝拓跋涛 也不如他的孙子孝文帝袁洪 甚至还不如他的皇后冯氏 但是拓跋郡依然是北魏历史上 极为关键的一个皇帝 如果把一个王朝的兴衰 比作一场接力赛 那么拓跋郡跑的 就是中间的第二棒 或者第三棒 虽然没有第一棒 那么万众瞩目 也没有最后一棒 那么决定胜负 但却是成前起后 至关重要的一环 拓跋郡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 成为一个优秀的守城之主 拓跋郡死后 十二岁的太子拓跋洪继位 视为北魏县文帝 由于拓跋郡死得太过突然 没有为小皇帝安排辅政大臣 所以年仅十二岁的拓跋洪 根本控制不了北魏的局势 朝政的大权 就落到了车技大将乙魂的手中 乙魂先是矫诏 杀了尚书杨宝年 平阳公主贾爱人 南阳公张天杜等多位重臣 接着又以奔丧为名 将正在外地休养的前朝重臣 平原王陆立 招回京城平城 随即捏造了个罪名 就把陆立也给杀了 之后 这个乙魂自认太尉 不久又出任丞相 独揽大权不可一世 可惜啊 这个乙魂忽视了一个女人 就是太后冯氏 其实乙魂的疏忽大意 完全可以理解 北魏帝国禁止后宫干政 自从皇帝拓跋规定下这个规矩以来 建国八十余载 从来没出现女性能插手军政事务的 但是乙魂忘了 规矩是人定的 既然这人能定规矩 这人必然可以打破规矩 而冯氏就是这么样一个人 冯皇后出身于十六国时期的北燕皇族 冯皇后的父亲冯朗 是北燕末代皇帝冯红的儿子 北魏灭燕之时 冯朗和自己的同母兄长冯虫 一起投成了北魏 故而被拓跋涛封为辽西郡公 秦庸二周刺史 后来因为冯朗因罪被诛 年幼的冯氏就自此没入宫中 成为了一名宫女 幸运的是 冯氏在宫里遇到了自己的姑母 原来当初北燕灭亡之前 曾经和北魏和亲 冯红的一个女儿被送给了拓跋涛 成为拓跋涛的左昭仪 在宫中有一定的地位 冯昭仪对自己的侄女的遭遇 非常的同情 将冯氏视为己出 悉心抚养 长大之后 冯氏不仅是姿色出众 而且由于自幼生长在宫中 举止端庄 气质高雅 少年天子拓跋郡在登基之后 一眼就相中了冯氏 将冯氏纳入后宫 封为贵人 四年后又立为皇后 同一年 拓跋寺的长子 年仅三岁的拓跋红 被立为了太子 而拓跋红的生母李氏 又倾国倾城之貌 可惜啊 李氏命比纸薄 儿子拓跋红被封为了太子 这可怜的李氏就相消欲养了 按照北魏 子贵母死的老规矩 李氏别无选择 只能任由命运的摆布 而年幼的太子拓跋红 则交由了皇后冯氏抚养 冯氏本身没有生育 对拓跋红非常的好 几乎就把拓跋红 当成了自己的儿子 皇帝拓跋骏死了之后 27岁的冯氏 升级成了太后 按照北魏的习俗 国丧后的三天 大型皇帝生前用过的御用器物 都要被烧毁 百官以及后宫嫔妃 都要去哭丧 正在火焰冲天之际 悲痛难掩的冯太后 做出了一个 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举动 下一次咱们就继续说 北魏这位了不起的女政治家冯太后 如果您喜欢我的故事 欢迎点击订阅留言点赞 感谢您的支持 咱们下次再见